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进行严厉报复 最新消息称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刚刚发布紧急通知 强烈要求身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立即撤离 于是美国的网友完全不淡定了 刚躺下准备刷刷手机就入睡的美国人恩联盟的发现 推特热搜已经迅速被第三次世界大战五角大楼 伊朗等关键词罢评 此事已经严重到连一般不关注战争的美国民众都开始惊慌失措 美国网友震惊发推 我才瞇瞪了一会儿 怎么就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还有人发推训斥特朗普 这是你 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 是你退出伊朗协和意 是你支持虐杀美国记者的沙特 所以你最好送自己的孩子去埃里克和意万卡上战场 在小编看来 这件事的性质非常严重 它将直接带来三大后果 一 美国伊朗的对抗性短期内再难调和 如果只是伤到了花花草草房子公路 哪怕是击落一架美国的全球阴无人机 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关系 本质上都是没有完全激化到不可逆 不可调和的地步 但是 如果死人了 事情就不太好办了 所谓人命关天 如果死的是一国的要员 而且是公开的斩首拘杀 这必然是此仇不共戴天 这中间所激发出来的对抗能量 已经不是两国政府的事了 而是来自于公众舆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其核心政要在国家民族及信仰中的地位 往往具有极神圣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用这种方式对另一国的政要进行斩首 给相关国家的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之巨大 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这种心理冲击会形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在没有释放之前永远都是定时炸弹 2.美国伊朗进入冤冤相报的周期循环 基于第一条所形成的政治能量 对于伊朗来说 报复是唯一的选择 或者说 报复这事伊朗必须干 只不过报复的方式 报复的时间可能会有所选择 伊朗要报复也是有后果的 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 对于报复是必须做出反制 如此循环就已经形成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而美国和伊朗每一次的互相伤害 都可能引起新的外延性影响 所以 对于这次伊朗的冒险 小编认为其影响是深远的 可能要持续很多年 而且 其影响是否会被进一步放大 还要取决于接下来基于这一重大变量出现的新的局势重组 3.全世界都将可能因此调整国家策略 这件事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已经引发了舆论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 连美国自己的首都华盛顿都戒备森严了 可见其直接影响之大 大家的担心和忧虑都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变量 就当下而言 谁也不知道伊朗接下来会怎么报复 这才是更大的变量 美国和伊朗之间突然从制裁到了直接冲突的地步 其影响是全球性的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必然会调整自己的国家的一些策略 甚至国家要为此调整自己国家的战略 别的不说 现在所有可能相关的国家都将不得不考虑美国和伊朗真的打起来怎么办 哪怕是这小概率事件 或者因此爆发的新代理人战争怎么办 因此就事件本身而言 这就是一次重大战略暴险 恐怕也只有特朗普这种喜欢投机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是小编想说的是 这次美国真的捅了马蜂窝 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突然向伊朗摊牌了 而且是用斩杀对方重要领导人的方式摊牌 虽说特朗普一再解释 不会对伊朗的政权更迭 但可以直接对伊朗的重要政治人物进行斩首 站在伊朗领导人的角度怎么办 两个选择 屈服或反抗 伊朗会屈服吗 靠伊斯兰革命起家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不可能有屈服的空间 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反抗 虽然特朗普说 斩杀伊朗高官苏莱曼尼 是为了阻止其对美国进行迫在眉睫的险恶攻击 我们采取的行动是阻止一场战争 而不是开启一场战争 但没有人会相信它的话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一定要掰扯两国正常情况下 会不会开战 那么按正常的逻辑推理 美国打不起伊朗 因为现在实力不行了 这个战线太远 而且美国中东盟友和北约盟友都是同床异梦 美国也不会做这样的战略选择 打来打去没啥实际好处 伊朗也不会打美国 因为伊朗的实力决定了这一点 战斗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强大 直接和美国正面打 实力还是不够的 然而问题在于 战争不一定必然是两国全面开战 还会有一些中间态 所谓中间态 一方面是指双方爆发军事冲突 但不是大打出手 另一方面是指双方爆发间接的代理人战争 譬如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领土上 伊朗革命卫队领着当地的民间武装组织和美国打游击 这种中间态虽然可能不会带来毁灭性影响 但会产生相应的政治效果和地区影响 而且影响是深远的 既然美国无法全面发起对美国进攻 伊朗也不可能与美国全面开战 倒是局部冲突和代理人战争有可能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事到底谁能占便宜呢 在小编看来 短期美国直接斩杀对方领导人 肯定是美国占便宜了 尤其是特朗普 这一次袭击获得如此大的成果 又可以让他吹一下牛皮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通过这次事件 特朗普一定在犹太人利益集团得了高分 这对其连任将拥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短期而言当然是伊朗吃亏 美国占便宜了 但是问题在于长期看呢 长期看显然是美国要吃亏的 原因很简单 伊朗在本地力量可以化整为零 伊朗革命卫队可以与当地民间武装合作 然后发起对美国游击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在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地方 两国政府都亲伊朗 如此对美国来说 这意味着在中东地区活动高昂的成本 如此耗下去 显然美国吃亏 因为美国的消耗太大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小编认为 这次事件可能长远看 才非常不简单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无可挽回 伊朗与美国斗下去的决心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 叙利亚变成了缠斗 那美国接下来怎么办 时间长 美国只能尽量躲 躲意味着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 会进一步提升 所以 美国这次斩杀伊朗高官的行为 不代表伊朗势力将会被从叙利亚 伊拉克挤出 恰恰相反 这反而会促使伊朗展开对美国的报复 加大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支持力度 如此演绎的结果就是 美国在中东的空间会被进一步挤压 综上所述 小编认为 这次事件是特朗普为了连任所进行的一次投机性冒险 事不知所以然的冒失决策 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长期看后患无穷 对于这件事接下来的演绎 我们一方面看短效 看伊朗的反制措施如何展开 另一面看长效 看伊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如何投入资源与美国较量 值得注意的是 在斩首行动发生且被确认之后 中国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事件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主张各方应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 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得到维护 我们敦促有关各方 特别是美方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中国表态之后 美国国务卿表示 他已经跟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特朗普下令袭击苏莱曼尼一事 并向中方做出了缓和地区局势的承诺 众所周知 每当这个时候当国内对伊朗局势的关注度直线上升 就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开始作妖了 有人说伊朗跟我们不接壤 他们死不死跟我们没啥关系 如果说以前中国在伊朗问题上还没有公开与美国对抗 那么现在则不同了 我们看见中国给伊朗37亿美元经济援助 中国与俄罗斯伊朗一起在伊朗家门口联合军演 这都是给美国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 中国已经公开的坚定的支持伊朗 就如一场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一样 这必将让美国在中东陷入两难境地 全部退出中东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要再陷入中东尼闹恐怕会被淹死 此时中国全力支持伊朗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用意 最近美国在中国周边不断捣乱 给中国制造了许多麻烦 中国或许正在采取唯位救兆 声东机械的策略 将美国重新引向中东 使之无暇东顾 以减轻中国的战略压力 争取更长的发展机遇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